女孩为了和男神在一起 把她绑回家中 注入不明药物 很快要笑发作 她再也无法发出声音 女孩自顾自地坐在她腿上 甚至伸出手指让她舔食 为了活命男人只能乖乖听话 两人本是大学同学 平时交集并不多 但男孩约翰有一张帅气的脸庞 让一娃暗恋两久 如今马上要毕业了 一娃终于鼓起勇气向她表白 并邀请她做自己的舞伴 没想到被约翰当场拒绝 因为她已经有女朋友 这让一娃感到无比失落 她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天 约翰独自一人来到山顶 享受着阳光和威风 突然背后出现一个人影 直接将她迷晕后拖走 等约翰从昏迷中醒来 已经被绑到了一娃家中 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娃指使她父亲干的 为了欢迎约翰的到来 展现这一家人的代客之道 一娃为她举行了晚宴 四人围坐在桌前 只是一娃的母亲脸色有点不太好 她面无表情目光呆滞 额头上有个孔 像是长期受到虐待 看到这诡异的一幕 约翰挣扎着想要逃走 可她的四肢被牢牢捆住 只能任人宰割 只见父亲缓缓走向约翰 从后面死死固定住她的头 让她不要乱动 一娃拿出早已准备好的36厘米大针头 扎在了约翰脖子上 她的嗓子直接失声 这是为了让她遭受痛苦 事不会大喊大叫 We can hear you 接着一娃坐在了她的腿上 让父亲拍照留恋 一切结束后 几人开始用餐 此时的约翰只想快点逃离这个鬼地方 哪还有心思吃饭 一旁的一娃母亲依旧神情呆滞 一娃询问自己和母亲谁更漂亮 父亲表示你俩都是世界上最漂亮的 她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 看到母亲不吃饭 她拿起一根鸭腿拼命往母亲嘴里塞 还警告她 不吃东西饿成皮包骨头 父亲就不会再喜欢她了 旁边的父亲也是一脸惊恐 什么也不敢说 接着 她又给母亲灌牛奶 丝毫不顾及母亲的感受 可这还不过瘾 一娃又将矛头转向了约翰 这个女孩太变态了 她竟然把手指伸进男人嘴巴 强迫她舔自己 男人无法接受 不愿张开嘴 见约翰急不佩合 一娃看向一旁的父亲 父亲心领神会 直接掏出一把锤子摆在桌子上 约翰迫不得已只能屈服在锤子的淫威之下 她慢慢张开嘴 歪歪瞬息着一娃的手指 一娃一脸的享受 约翰借口上洗手间 想趁机逃跑 没想到一娃是个狠人 一娃人狠话不多 警告她十秒钟还没尿 就直接把她废了 父亲就拿着锤子站在身后 压迫感十足 倒计时开始 为了自己能传宗接代 约翰在最后一秒尿了出来 是真尿还是下尿就不得而知 不过总算是逃过一劫 面对丧心病狂的父母俩 约翰再也忍不住 直接一脚将一娃踢飞 趁机挣脱绳子 发疯似的往外逃 父亲不紧不慢地追了出来 想开车把她撞死 约翰机智地爬上树 这时一娃也赶了出来 大手电一照 发现约翰的藏身之处 捡起地上的石头不断向她砸去 走投无路的约翰 最终还是被砸云从树上掉了下来 她再一次被绑了回去 为了防止她逃跑 父亲将她的双脚钉在了地板上 而一娃就坐在旁边 欣赏着约翰痛苦的嚎叫 紧接着 她又拿出自己的相册 和约翰分享自己从小到大的暗恋对象们 无一例外 他们都被残忍虐待 而在相册的最后一页 正是约翰的照片 父女二人以折磨人为乐趣 看到面无表情的约翰 觉得不过瘾 决定给她点颜色瞧瞧 于是一娃用叉子 在她的胸前刻了一个大大的爱心 接着 在她的伤口上撒上一整瓶盐 约翰被疼得死去活来 看到他人的痛苦 父女二人在一旁兴奋不已 学校毕业晚会这天 同学们在宴会上尽情舞蹈 一娃也在家举办了一场 只属于她和约翰的毕业晚会 她给约翰穿上一身西服 这一刻她变成了任人摆布的玩偶 晚会结束后 父女二人打开地下室的木板 里面传来低沉的嘶吼 他们把水和食物扔了进去 原来地下室圈养着 那些被虐待后活下来的人 父女二人就很喜欢欣赏别人的痛苦 不出意外 而约翰的命运也是如此 这是我见过最硬核的洗脑方式 男人的头被固定住 女孩拿起电钻慢慢靠近 将她的额头钻出窟窿 试图把滚烫的开水灌进去 剧烈的疼痛让约翰拼命挣扎 一下子挣脱手上的绳子 一把将伊娃的父亲推倒在地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约翰拔出地上的刀 一刀将伊娃的父亲解决 伊娃健壮 冲上来和约翰打成一团 可他不是对手 被约翰两拳捶晕过去 紧接着 约翰将伊娃父亲推进地下室 里面被囚禁的人 像野兽一般啃食着父亲 约翰看到此情此景直接被吓呆 这时 被捶晕过去的伊娃苏醒过来 抬起约翰的双腿 将他也丢进了地下室 失去父亲的伊娃悲痛欲绝 逐渐丧心病狂 他决定让自己的母亲去陪父亲 于是来到卧室 直接用枕头将母亲活活闷死 而在另一边 女友发现约翰失踪 正在四处寻找 他突然想起自己男友在失踪前 伊娃曾经约过他 他将这个重要线索告诉了警察 警察迅速出动 来到伊娃的家中查看情况 推开门却发现 屋内一片狼藉 满地的血迹 突然他听到地下室里有动静 打开地下室的门 发现了失踪多日的约翰 正准备营救 丝毫没有察觉到伊娃就站在身后 伊娃直接一刀劈在警察额头上 将警察也推进了地下室 看着丧心病狂的伊娃 约翰捡起警察的手枪 就一通乱射 可伊娃毫发无伤 并气急败坏地对约翰说 要去把他的母亲和女友杀死 提着40厘米的大刀便出了门 约翰不想坐以待毙 不能让这个恶魔伤害自己的家人 于是踩着尸体爬出了地下室 满身是血的伊娃走在马路上 正好碰到了约翰的女友 仇人四目相对分外眼红 两人扭打在一起 可伊娃手上有刀 好汉不吃眼前亏 约翰女友打开车门逃跑 伊娃在后面穷追不舍 她在前面跑 她在后面追 此时 约翰开着警察正在路上狂飙 不偏不倚正好撞上了伊娃 她总算是里面喝饭 最后约翰和女友相拥而起 电影夺命之爱 告诉我们 男孩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 不要轻易拒绝女孩子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们 不要忘了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见